我叫Pepa 而他就是我弟弟John 他就是朱太太 他是朱先生 我是Pepa 跑步籌款 今天外面下著狂風暴雨 學校天花有流水的情況 我們用甚麼方法籌錢 去維修學校的天花 可以做長翠未賽跑 甚麼是翠未賽跑 即是在去遠足的同事 順便看人們賽跑 不過要捐錢 你越捐得多錢 他們跑得越遠 真是一個好主意 朱先生 你可以跑得多遠 甚麼 你想我跑多遠 我都可以跑得到 但爸爸 你根本連跑也跑不動 別亂說 其實我是個跑步專家 很厲害 請問還有沒有其他人想跑 真的 不過我可以出錢看朱先生他跑 我也是 還有我 那就好 謝謝你 朱先生 Pepa現在和家人一起吃意粉 真是好吃 還有沒有多點意粉 但是爸爸 你已經吃了三碟 還沒飽嗎 吃東西給我能量 我需要能量去參加翠未賽跑 但其實你也需要練習賽跑 不如我今天先吃東西吧 等明天再去練習跑步 不行 爸爸 我覺得你今天要開始練習跑步 快點 爸爸 和你比賽 跑步很容易 跑到山上當然容易 但跑到山上就很難了 我想我真的不應該吃那麼多意粉 今天就是翠未賽跑的日子 晴玲太太準備了地圖給朱先生 讓她知道我要跑多遠 如果朱先生可以跑到這裡 這裡是超級市場 然後這裡 是我爺爺的加油站 然後再一直跑到這裡 是大風城堡 那我們就有足夠的捐款 修補學校的天花板 好 現在就開始跑了 預備 準備 開始 我成功了 現在可以去遠足了 爸爸很傻 那一幅只是地圖 對 開始跑了 一定要跑到真的大風城堡 好 預備 準備 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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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加油 加油 阿姨 你做得到的 教伯終於成功 到達大風城堡了 大家可以開始享受遠足的樂趣 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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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先生 終於跑到超級市場 跑了這麼久 令他覺得很口渴 我們用望遠鏡看他跑得怎麼樣 我看到爸爸了 望遠鏡令所有東西看起來很近 哎呀 他不是跑得很快 朱先生 到了狗爺爺的加油站 沒有氣了 真是跑不動了 爹地停下了 哎呀 你看來很熱 你需要找點東西幫你降下溫 和補充點能量 給你一瓶雪條吃吧 好多謝你呀 狗爺爺 真是好吃 是黃蜂呀 走呀 走呀 你的害蟲快點走呀 那隻黃蜂很想分享朱先生的雪條 不行呀 那隻雪條是我的 好呀 爹地他又開始跑了 跑得很快 好呀 走開呀 走開呀 行了 不用再跑了 朱先生 我們有足夠的錢 修補學校的天花了 朱先生終於趕走了那隻黃蜂 做得好呀 好多謝你呀 朱先生 因為你跑多了路程 我們現在有足夠的錢 去買一間新的校巴 好多謝你呀 朱先生 大家不用客氣呀 洗衣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早由朱先生負責洗衣服 哈哈哈哈 爹地 這件是甚麼衣服 這件是我的球衣 爹地 今天下午會和朋友去踢球 哦 但是我現在要上班 遲些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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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憐 好可憐 爹地他經常要上班 唉 真可憐 嘻嘻嘻 來吧 我們去玩了 好呀 一起去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Pepper喜歡在泥坦道 跳上跳下 George也喜歡在泥坦道 跳上跳下 朱太太也喜歡在泥坦道 跳上跳下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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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啦 媽咪 我把泥坦道彈在爸爸的球衣上面 怎麼算好呀 不用擔心 再洗就行了 很快就可以洗乾淨 爹地不會知道我把泥坦道彈上去 哈哈哈哈 我再找幾件衣服放在洗衣機裡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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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好 朱太太和George 找了幾件衣服放進去 你做得好,George 你把衣服放進這裡 然後開著手機 然後洗衣機就開始注入熱的鹹水 洗… 洗衣機在洗衣服 還令整個廚房震震 Peppa, 你的裙子呢? 我剛才放進去洗 什麼? 這次糟了 媽媽, 你看看 我的紅色裙子 現在已經乾淨了 沒錯, Peppa 但你看看其他衣服變成怎樣 糟了 這條紅色裙子令所有白衣物變成粉紅色 粉紅色似乎不太適合用來做球衣 朱先生, 放工, 回到家了 好嗎? 你好, 爸爸 爸爸 我們遇到一點麻煩, 所以… 遲些再說吧,媽媽 因為我現在要準備踢球 我看到球衣在哪裡? 在這裡 你別開玩笑了, Peppa 這條是媽媽的裙子 粉紅色的 不是呀, 爸爸 這件是你的球衣 他剛才被泥弄髒了一點 所以就拿去洗 誰知不小心搞錯了一些事情 對不起呀, 爸爸 但我不可以穿粉紅色球衣去踢球 為什麼不行呀, 爸爸 其實我覺得粉紅色挺好看 嗯… George, 你覺得怎麼樣? George, 一向都不喜歡粉紅色的 他們是G先生的朋友 有牛先生, 兔先生, 馬先生, 和斑馬先生 嘩, 怎麼說G先生 你可以去看球衣嗎? 他很快就可以走 我那隊穿白色衣服 我現在需要一件白色的衣服 但是, 爸爸, 你有件白色衣服 只要你脫了一件外套就會看到 是不是呀 實在太好了 謝謝, Peppa 好嗎, 各位 你好呀, 舒先生 衣服很漂亮 而且很有型 謝謝, 來吧 我們可以去踢球了 好呀 進去了 好呀 好呀 爹 爹 你知不知道你的衣服很髒 當然了, Peppa 球衣是用來踢球 應該要髒才對 哈哈 朱先生很喜歡踢足球 很多人都一樣喜歡踢足球 他們都會整身都髒了 好呀 Polly游船河 今天, 朱爺爺帶Peppa和George一起游船河 連鷹姆Polly都一起去 對了, 爺爺 你有沒有帶你的手提電話 那當然有, 媽媽 不要把電話掉下水 當然不會啦, 媽媽 穿了電話了嗎 穿了啦, 媽媽 拜拜 拜拜 這位是狗爺的 喂喂, 好呀 喂喂, 好呀 今天天氣很適合出海玩 我也想一起去玩 不過我要清潔我的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還要花時間去清潔你的爛船 他還會浮已經很神奇了 什麼呀, 你那是爛船 還有你這艘爛船沉到水底之後 我這艘船還可以浮很久 其實狗爺爺是豬爺爺最好的朋友 我全速前進啦 拜拜 你們聽著 我就是這艘船的船長 而在我當船長的時候 每次叫你們做事 你們一定要做 知道啦, 船長 知道啦, 船長 鷹姆Polly會重複別人所說的話 George, 去拉起之旗 George, 去拉起之旗 Pepper, 哮響個鐘 Pepper, 哮響個鐘 爺爺, 我可不可以做船長 麻煩你 那好吧, 但要做船長 一定要戴這頂帽 Pepper, 現在是船長 所有人都要照他的說話做 哮響個鐘 鑽響個鐘 知道啦, Pepper船長 現在跳上跳啦 哈哈哈哈 但是Pepper船長有一點點轉環 或者由我來做船長會好些啦 因為我不希望弄壞船上任何東西 其實要控制一艘船 真是很困難的 不過幸好我最擅長就是掌陀了 噢, 糟了 豬爺爺不小心把船撞到小島上 我們的船停住了 等我打電話給麻煩 她可以找人幫忙 糟了 豬爺爺不小心掉了手提電話下水 我是豬麻煩, 哪位啊, 哪位啊 哪位啊, 哪位啊 無論如何 我們都要想辦法給個訊息給麻煩 給個訊息給麻煩 Polly可以飛到麻煩的 這個主意很好, Peppa 我還可以教Polly怎樣跟麻煩說 聽著, 你說爺爺話 爺爺話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看不看啊, 很簡單啊 爺爺說救命啊, 很簡單啊 你這隻掌又老又笨啊 你又老又笨 你好嗎, Polly 你飛回來做什麼 爺爺他說 你說什麼, 爺爺他說什麼 你又老又笨 救命啊, 救命啊 這次糟了, 爺爺一定是需要幫忙 狗爺爺 你挺好嘛, 豬媽媽 豬爺爺他需要幫忙 麻煩你可不可以去救他 沒問題, 我非常樂意這樣做 太好了 你們好, 請問是否需要人家救船長 可以這樣說 那想不想我這隻 又舊又生壽的難船來救你呢 好啊, 麻煩你, 狗爺爺 先綁好船 知道了, 船長 所以說, 狗爺爺是豬爺爺 最好的朋友 媽媽, Polly有沒有跟你說 我們需要幫忙啊 有啊, Polly是一隻非常聰明的鷹母 我說, 我是一隻聰明的鷹母 哇, 哇 我是一隻聰明的鷹母 狼仔, Delphine 你好嘛, 我是豬先生 老闆,您怎麼回事? 電話有些問題 在大維蕭,有雨嗎? 聽到嗎?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你好,您怎麼回事? 您好,先生 Delfin可以待一天嗎? 她只要坐車嗎? 我來吧 是盧先生打電話來 他說的是泛文 我也是這樣想 媽媽,盧先生剛才在電話裡說甚麼 他剛才問Delfin可不可以過來探望我們 太好了 盧仔Delfin是Pepper一位很特別的朋友 他來自法國 Delfin打算來我們 跟我們練習說我們的話 太好了 我們要快點了 Delfin坐過火車,很快就到了 到了總站了,請各位下車 Delfin坐過火車 Delfin Bonjour 法文Bonjour,意思就是你好嗎 Bonjour Bonjour Bonjour,盧先生你到了嗎 不是開玩笑吧 這件這麼巨型的行李是Delfin的 對,因為Delfin這次帶了幾件東西過來這邊 全部都是這裡沒有的東西 芝士、麵包、番茄、還有水 Offa,Delfin,我明天會來接你走 乖 應該把Delfin的行李放在哪兒呢 放在我房間吧,即是房屋最頂層 Delfin,我才會帶那麼少行李 好,Delfin來這裡是為了練習我們的話 所以大家一起幫幫他吧 知道了,媽媽 我想我要先向你們道歉 因為我真的不太懂得說你們的話 但你說得一點也不差 我覺得你很好人,朱先生 但我可不可以問你一條關於文法的問題 當然可以 在這方面我可以說是專家 即管問吧 文法的分裂不定式是不規測動詞 還是過去式代名詞呢 究竟是哪種呢 其實現在已經晚了 不如先去做Delfin的床吧 媽媽…Delfin可不可以跟我睡嗎 每邊放一個枕頭就行了 好主意,Peppa 結果Peppa和Delfin就睡同一張床 一人睡一邊 好,小朋友,快點睡覺吧 你們明天會很忙 因為Delfin會參觀你的槍遊班 Dormeby 法文Dormeby就是晚安的意思 但我現在一點也不眠 不如我們唱一首歌 令我們覺得眠眠吧 好啊 Freire Jacques,Freire Jacques Dormez vous,Dormez vous Ce n'est le matin Delfin,這首動聽的法文歌 令到所有人都很快睡著了 Delfin今天會參觀Peppa的唱遊班 晴靈太太,早安 她是我朋友,是從法國來的 她的名字叫Delfin Bonso Bonso,Delfin Delfin唱歌很好聽的 她昨晚唱了一首法文歌令我睡著了 我們可不可以教她唱一首英文歌 那不如教她唱一首乒乓歌吧 好啊 就唱這首乒乓歌給我聽吧 她對我講話會有幫助的 好啊 Ooo We're playing a tune And we're singing a song With a bing and a bong and a bing Bong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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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朱太太穿得像個消防員似的 媽媽, 為何你今天會穿成這樣 因為我準備參加 母親消防車演習 你只用她來做藉口 去跟人喝茶聊天 就這樣, 你今天又會做甚麼, 爸爸 我和父親足球隊 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聚會 只是一群已經長大的男生 把足球踢來踢去 踢完球之後還會燒東西吃 這幾位分別是牛先生, 兔先生 馬先生和斑馬先生 我們人齊了, 朱先生, 準備好了嗎 走得了 媽媽, 我們可以去看看消防車嗎 當然可以 好, 太好了 這裡就是兔小姐的消防局了 Peppa, George, 你們好嗎 你們來參觀一下我的消防車吧 哇, 是消防車 它有一堂梯用來攀爬的 一條消防喉用來噴水的 還有一個大鐘, 很響的 叮噹… 好了, 我們一起上去塔道 看看有沒有火警 各位, 你們好嗎 好嗎?Peppa, 好嗎?George 不知道有哪一位想喝一杯茶, 聊聊天 聽起來挺好 有個電話在這裡 Peppa, 那個其實是火警電話 當有火警的時候才可以使用 火燭呀… 這裡是消防局, 哪裡有火警 哪裡有火警 不好意思, 請叫朱太太聽電話 是朱先生來的 爸爸, 你是不應該打這個電話的 這個電話是緊急的時候才可以使用的 現在是在緊急的時候 我已經找到了, 但不知道茄汁在哪裡 朱先生, 我們是否可以先建造路呢 可以了, 麻煩你, 兔先生 爸爸, 請你小心那個燒烤爐 媽媽, 你相信我吧 我們幾個做爸爸的, 最厲害的就是燒烤了 再見 我覺得應該放多點炭下去 是否可以吹一點氣下去 我覺得應該放多幾支火柴下去 好了, 我們現在要等下有沒有火警發生 這樣要等多久才會有的 有時候也要等很久 像我這樣已經等了很久 那你實際上, 破釋過多少場火災呀 沒有, 其實一次也沒有 但是隨時也要準備的 火警的電話在響 你可不可以幫我聽 可能又是你爸爸打來的 那好吧 你好嗎, 這裡是消防局 你好嗎, Peppa 爸爸, 你真是你 你真是很頑皮 這個電話只能在發生火警時使用 你可不可以讓兔小姐聽 我知道你很乖 爸爸說叫我給你一個電話 你好嗎, 朱先生 不好意思, 這個電話只能在緊急那一陣 火災呀… 糟了, 朱先生的燒烤爐 著火了 火災呀… 我們馬上去拯救吧 捉緊吧 火災呀… 火災呀… 叮噹… 太好了, 是兔小姐的消防車 是… 各位, 請站後一點 狗太太, 現在可以開水製的了 收到了, 朱太太 火, 終於關掉了 太好了… 很感謝你救回我們, 兔小姐 你不用客氣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的份內事 也是母親消防車的份內事 既然兔小姐這麼好心 幫我們弄濕了這個這麼大的花園 我們就可以在這些泥毯上 不停跳上跳下 是呀… 我真的很喜歡這輛消防車 他今天還製造了泥毯出來 我很喜歡他